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,进入原始资本积累阶段的时候,遥夺世界财富,世界上有两个超级大帝国,一个是中国的明星,一个是欧斯曼土耳其帝国。 在这两个帝国晚期的时候,被戏称为东亚病夫和西亚病夫,中国在明朝时期,军事科技的相对欧洲国家还是强大的太多,欧洲侵略者不敢肆意来东方,还有一个原因是路程太远,直到清朝末年的时候,当时东西方差距已经极大,但对中国最多也就是掠夺财富。 在领土方面各战最多的是沙俄,一个是日本,还一个是藏南,总计加起来约150多万平方公里,历史书上这么写的,我这也这么写吧,那这个西亚病夫呢? 这个悲催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,可比清朝惨多了,这个和他曾经崛起时的猖狂,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,得罪了太多。 其次地理位置太重要,这两个原因导致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悲剧。 土耳其人出从属于罗姆苏丹国,后在土耳其独立建国,制叶新盛。 继盛神是利达亚欧菲三大洲,林游东南欧,巴尔大半岛之大部分领土,费基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。 自念东罗马帝国后,定独于君士坦丁堡,改名字斯坦布尔,且以东罗马帝国的继承人自居,继承了东罗马帝国的文化。 16世纪,苏莱曼大帝在位置时,志区鼎盛,其领土在17世纪更达最高峰。 在巴巴罗萨的带领下,其海军曾押过西班牙,取得地中海地区的优势。 土耳其是15世纪到19世纪地中海地区重要强国,并在16到17世纪和西班牙、法国、奥地利等同为该地区最强的国家之一。 不过在17世纪的巅峰期之后,土耳其日趋酸弱,不敌举起到奥地利和俄国。 奥斯曼土耳其巅峰时期,国土面积超过550万平方公里,1683年。 而且,奥斯曼土耳其帝国,并不像满清那样,打不还手卖不还口。 奥斯曼土耳其人非常好斗,曾与沙俄进行了长达百年的战争,且国家的军事实力并不弱。 在与沙俄的战兵中互有输赢,海军也很强发。 但是奥斯曼土耳其位置实在太重要,处于欧亚非三大洲的交换处,且国家虽然不弱,但也绝对不强。 国家还处于封建社会君主专制状态,一直被受西方国家的压迫。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,因沙俄选择了协约国,于是,奥斯曼土耳其,被迫选择了同盟国。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,同盟国惨白,最惨的国家不是巴基国德国,而是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,奥匈帝国直接解体,从此消失。 奥斯曼土耳其的领土,被列强官封为殖民地,连本土都差点被希腊吞进。 当时,土耳其的凯默而起义推翻了奥斯曼的统治,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,并击退了希腊入侵者。 但是此时的土耳其共和国,国土面积仅剩不到80万平方公里土地,在欧洲的精华部分都被分裂了出去,不顾最让。 土耳其人心痛的应该是中东这块曾经的不毛之地,陛下却埋藏了世界上最大的财富石油。 在第一世界大战之后,在原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领土上,大大小小建立了40多个国家,也算是一个奇观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